接下來是另外一個考試經常出現的重點 叫做ST圖 ST圖的考試一種也是一樣 看圖形就判斷一些有的沒的 第二種就是要做一些計算 就是打點計時器我們叫個圖形 那上面就會有一個什麼時間在什麼位置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表格 或者去畫成一份圖形 然後你看到這個圖形 你就會知道它在做什麼運動 就做一些判斷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們不計算 我們只是因為看到圖 我們就了解它在做什麼運動 要了解運動狀態 看圖就知道做什麼運動 然後一種叫比大小 理論上也不用算 不光看到圖形就知道誰大誰小 你們的國二不是我教的 我國二就是我教圖形如何比大小 到時候我們再跟各位說 跟各位說 好 那就是我教就知道我們怎麼比較 再來就是如果有數字 還可以做一些計算 我們待會兒也會提到它 第一件就是看圖說故事 來 這玩意要做什麼運動 現在在這裡 然後在這裡 接著在這裡 永遠在這裡 什麼運動 什麼運動 近視 這個運動叫做近視 講義上你寫它叫做近視 近視 OK 那這做什麼運動 這要做 看起來要做相同的時間會走過相同的距離 對不對 所以會走一條斜直線 要做成正比嘛 所以這什麼運動 這啥運動 等速度 好聰明喔 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好 換成這樣呢 這啥運動 這還是等速度 這個等速度跟剛才有什麼不一樣 我等一下會問 這個等速度跟剛才有什麼等一下會問 我等一下會問 好 那這樣咧 這樣咧 他還是等速度運動 也一樣 他跟前面那個等速度運動不一樣 我也是等一下會問 他可以請問不要等速度運動 那這一種咧 他還是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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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表示什麼意思 ST圖上面如果是一條斜直線 是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如果ST圖畫出的圖形 是一條斜直線 不管什麼斜 是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可以嗎 OK 那這樣什麼運動呢 等加速度 不對 不對 我說不對的原因是 但以國中生而言是對 因為我們國中生就只有學這種 加速度運動 但是如果你要挑進來說 這只能告訴我速度有沒有一樣 沒有 沒有 速度沒有一樣 那就是一個非等速度運動 或者是一個變速度運動 那它是會不會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要看它彎的情況 某一種彎法 那它就是等加速度運動 可是如果不是那種彎法 它就不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你剛剛說等加速度 我說錯 但是我說對國中生而言算是對 因為我們只有學等加速度運動 我們沒有學別的 就要做所謂的非等速運動 這就是我們要學會的第一件事情 看到突襲 知道它做什麼運動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結論 什麼結論 ST圖如果是一條斜直線 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不過它怎麼寫 不過它怎麼寫 它都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然後如果是平平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禁止 就是一個重要的 好 我們要學會的第一件事情 根據ST圖 知道它的運動狀態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第一件事情